大家好,欢迎来到亚北音乐课 有粉丝朋友留言,让我教一首流行歌曲 那么,这一首歌曲献给大家 歌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角窝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花成雨飘落 你穿着天明的衣服,给我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像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学习,你不会回心 就这样吧 啦啦啦啦啦 哦哦哦哦哦哦 我来看 哦哦哦 lub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呃 刚才的视频是我在星光大道舞台上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如鬼有来生》 流行歌曲它比较注重个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 它也比较重视情绪的一种表达 那它与美声民族唱法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呢 广义上讲都是音乐 只要是好听的声音 好听的嗓子 都是属于一种乐耳的一种音乐 但是呢在歌唱形式方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不同 美声唱法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 美声唱法要求严谨 需要音区的统一 位置偏厚 声音浑厚 嘴巴 竖着打开 像民族唱法是要求 位置比较靠前 声音甜美 而且要笑着打开嘴巴 同样不管是任何唱法 气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流行唱法呢就比较重视个性了 在现在很多的一些歌手 他们也都是实力派的流行歌手 他们也需要基本功的训练 比如孙楠 韩红 曹福佳 邓紫棋 肖敬腾等等 特别是华晨宇 他是武汉音乐学院的 他在唱高音的时候 他的音 他的口腔是打得非常大的 不管是在唱任何歌曲 有一个良好的基本功 是非常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呢 他的旋律往往都比较好听 在唱好歌的前提呢 就是要唱好音准 那么今天呢 带大家来唱一下 如果有来生的简朴 一 二 三 Sowda mi rai sa Wai do mi rai do si Sowda do fai lo sowda Sowda do mi rai do rai lo Sowda mi rai sa L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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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m mi fa su su da Sowda do mi da Sowda mi da do 好 大家看到这一个谱子有三连音 之前我在课堂中有跟大家说过 三连音这三个音符在一起就等于两个八分音符 两个八分音符又等于什么 就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也就等于大一拍 那它就等于一拍 那么另外呢大家也看到 你看它这下面有很多的这一种 前符点八分音符加后面一个十六分音符 那它的实质是怎样的呢 它的节奏是怎样的 你看就是加上这一个符点 这个符点是前面音符实质的一半 这个八分音符 咪它下面有一条线 它是八分音符 再加上符点之后 那它就是半拍的一半拍加半拍的半拍 加半拍的一半 那就是这是半拍咪 再加它的半拍的一半 也就是这一个 这个搜是两条线是六分音符 也就是这个 就是咪大 就是大大 所以这一些大家看到这一些旋律都是 你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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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有它这也是有连线 有连线的同样的两个音 然后十指加起来就唱一个搜就可以 就唱一个搜就可以 这一个搜是唱一拍 大家注意这种节奏型 就是这样唱 有一个空拍 空 so do re mi so do me re so re do me la do si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只要看到就会回复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做好 یک take do 诱